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桃子的花園地 所以我们特别请和平农会 来邀请我们种水蜜桃的农友 来做一个评鉴 那评鉴就是 当然选出优良的 好的农产品来奖励 那一方面也就有这样的 一个评鉴的活动来做行销 未来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来规划看看 来做外销看看 来尝试来帮农民推出去 不过其实他们自己做直销 做宅配这部分已经都很OK了 就我所知六七成的 他们的这个采收量 都是靠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卖出去了 我们这次评比是大概有七十组 就是以产销班为准 像太平大理雾峰 他们在离山地区也有一个产销班 所以说他们也是各三组 那其他的就是我们和平的 所有的产销班来参加 那总共有七十组 它因为离山的 因为气候的关系 它早晚温差大概差了十度 所以说它是属于比较饱满 浑厚 然后它的香气十足 而且入口即化 就是蛮特殊的 那样的 咬一口好不好 我办法头咬一口 好 离山水蜜桃 我要喷汁了